超級難過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錄航 66年 我怎麼次都搞定了 我今天真的搞不定 確年了10月11月的時候 才開始就去拍第一個案子 拍的時候我就會一直口氣 我已經被講到 我都快哭了 編珠啊 茶雞啊 然後臥榻啊 窗簾啊 這些基本的東西你都會忘記 它怎麼去形容 只要把影片打開我就快哭了 而且我覺得壓力好大 我的頭很暈啊 很不舒服 小柯轉戰YT受扣 萬華40年老家轉租尾賣嚴音步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柯 今天呢 要開箱的這個物件呢 算是一間中古物 女性小柯今年9月 開始斜槓做YouTuber 主要介紹裝潢 以及房地產相關知識 老公是頻道幕後金主 由於疫情關係 公司機和咖 才轉任小柯經紀人 但背景房地產 是門學問 對跨領域的小柯打擊很大 超難過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入行 66年 我怎麼次都搞定了 我記得這個搞不定 去年了10月11月的時候 才開始就去拍第一個案子 拍的時候我就會一直口氣 編桌啊 茶雞啊 然後臥榻啊 窗簾啊 這些基本的東西 你都會忘記 他怎麼去形容 當時那一天本來要拍兩間嘛 然後拍完第一間 就會花了蠻久的時間 然後就很臨時喊他說 第二間先取消 因為這樣子的內容 其實真的不好看 誰敢跑到後面 欸不是 就是團隊 我已經被講到嘛 我就快哭了 只要把影片打開我就快哭了 而且我覺得壓力好大 我的頭很暈啊 很不舒服 後來一個月後 我真的不情有氣 開始看影片 開始練習 看人家怎麼說 怎麼樣是自然的表現 不要太生硬 然後主動的去聯繫就是 設計師說他最近有什麼案子嘛 那案子在哪裡 最近就是我們拍的都是豪宅 其實對豪宅真的很心動 對 但我們買不起豪宅 就先買豪宅也沒關係 如果說我不想要 買這麼多公設的房子的話 我覺得通國屋的考慮也不錯 我目前心裡一個比啦 就是大概兩千萬啦 這樣不知道怎麼買 哈哈 就是自己手頭上 至少先準備一點 該花的還是得花啊 因為我覺得生活 品質還是要有的 不要因為為了買房 沒有生活品質 那我們就是先從小房子 慢慢換成大房子 我們先從郊區 可以慢慢換到市區裡面 過去小柯投資房產 以小屋換大屋 曾買下新店710萬的山區中古屋 不過如今已經轉手 回鄉期小時候一家五口 住了快40年的老家 已經付出高達960萬的租金 所以 最近是不是那個要買下來 對對對 那間房子要買下來 很建議家裡的人把它買下來 只是建議而已嗎 對 用漲服的空間 房租已經可以買下來了 你這樣賺錢了 它房租都沒有變嗎 30幾年來 其實沒有變 因為我們是長久租 租戶 所以有深厚的情感 我們也經歷他們兩代了 在那邊其實住至少有30年 但更早之前 爸爸媽媽也在那邊住 所以其實在那邊 我覺得租金都可以賣房 我們家就是住在 萬華媽媽娘家 其實現在那邊也在蓋 就是 捷運 捷運 其實房價又在擠 但未來 等到捷運開了之後 那個價錢會更高一些 那房子真的是那種房子 但是未來有可能也會多更 大概房價會多少 就談好了 但是因為現在是直接跟屋主 好 應該會比市價還來的便宜一點點 因為還是有點優惠吧 那再怎麼樣要賺錢 千萬 25坪左右吧 合間 合了 亮房 一位 一廳 那間房子其實 之前有請 就是屋主 他們幫房東們幫我們 稍微整理過 所以買下來不用裝潢 因為房子只會越來越貴 那如果你真的看到不錯的物件 在你的範圍能力內 我覺得我都蠻建議大家 可以把它買下來 整理的錢也是房東們都負擔 所以就是 黃黃還沒貴 希望黃黃可以再負擔一半 哈哈